记者叶勇签万丹报道,毛豆开始采收了万丹香公所前方的毛豆田今天进行采收,吸引了近百人家田来捡食掉落的毛豆,如同现代版的十岁画面,理性民众说,新鲜的毛豆用盐水煮过后,就是美味的小林嘴,相当好吃。 最近是毛豆的采收季节,万丹、坎顶、新元等地区的毛豆陆续采收,由于毛豆主要行销到日本,因此大部分的毛豆田都采取器做方式大面积栽种,收成时以机器采收,快速将最新鲜的毛豆送到工厂制作成品方便外销,但机器采收时大约会有一成的毛豆掉落的天中,就成了当地民众减食的目标。 今天在万丹乡公所对面的农场采收约20公顷的毛豆田,立刻吸引了近百位的民众夏天来采毛豆,让毛豆田内相当的热闹。 简石的李姓林众说,把简石倒的毛豆在经过手工清除剩下豆切后,拿回家煮盐水,在添加五香或胡椒粒后,就是一道美味的小鳞嘴或下酒菜,也可以成金卖给别人,十道一大袋可以卖个几百元。 对于家用不无小谷。